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中繽紛 乘著飛行傘 眺望鋪裡的小鎮風貌 溫馨感大大加倍 想要一緣成為飛行員的夢想 那就到花蓮跟教練一起 架著輕航機遨遊空中 當然如果你膽大又體力好 更可以嘗試高空探索 攀岩走神 高空彈跳等熱血活動 跟著我們一起離開地表 遊城更多元 來到美麗的霸凌橋 大家可以發現這座橋上 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美景 不過來這邊可不是來踏青的 我們的獵人訓練還沒有結束 接下來是膽量訓練 說到最刺激的冒險運動 沒有比接下來這個活動 還要更令人膽戰心驚的 接下來要歡迎我的好朋友 高空彈跳教練阿台教練 好 我想要先問一下教練 從這座橋到河面有多高 這座橋是八零角 它的高度43公尺 43公尺 所以我們學過 一層樓大概是3公尺 加起來大概總共是 14層樓 14層樓 各位觀眾 從這麼高的地方一躍而下 到底會是什麼心情呢 一定很緊張 這樣子安全嗎 當然安全 我做19年的經驗 不管是人員 裝備 設備 都經過很多的認證都合格 但是最主要是我們的操作方式 在台灣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 所以零意外 我也想幫大家問一下 要高空彈跳的人 心裡要做什麼準備 本身的像心臟病 氣喘 高血壓 那些孕婦 那些不要 基本的 基本的不要 其實你玩過大怒神 或雲霄飛車 海盜船 那個OK 都OK了 我覺得程度不一樣 所以接下來 我們第一個步驟要準備什麼 第一個步驟 穿著裝備 穿著裝備 好 我們就馬上來著裝了 好 You jump I jump 膽量訓練居然是高空彈跳 說實在 14層樓高 已經超過了我的恐懼極限 也只能把生命交給教練 穿上裝備時 腦袋一片空白 To jump or not to jump 要跳不跳已經無法思考了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有阻聯的P 我現在心情非常地平靜 一點都不緊張 也可能是因為非常相信教練 好 I trust you 我信任你 阿台教練 相信我就對了 對 看起來非常可信 走吧 我們現在就上跳台吧 好… 好 再上來… 我來…坐我來… 再上一個 OK 好… 小心走 你的心跳會越來越快的 好的 好… 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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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 check Double check BD T-spin Double bump 兩個都有 OK 有 下面也OK 下面可以 Save掉 Save掉 OK的 簡訊了 安全繩解開了 好 你說不定待會就掉下去了 不會… 我現在心情還很平靜 這個美景太棒了 兩… 身在藍藏中間 對 很好 不要… 不要往後倒 先慢慢的 好 沒有畫面的嗎 對 OK 就可以直接跳了 對 來 需要你們掌聲謝謝 請大家收看 民視GoGo Taiwan 謝謝 好棒 倒數 3 2 1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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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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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手足無措 但是 跳下來之後 就覺得整個心情太好了放鬆 往下跳之前 雖然說不緊張 但失去重力的那一刻 真的有種心被掏空的感覺 OK 謝謝 謝謝 你現在自己來 小心你的頭 好 好冷嗎 等一下 還想一個 好 來 謝謝你 謝謝 各位現在的朋友 黑人訓練總算到達一個抽點了 我們經過了路上還有海上的訓練 最後這個膽量訓練真的是 把所有所有獵人的精華 就集中在我的身上 相信自己只要挑戰過獵人這一關 你就再也沒有不能達成的事了 加油 Roga 你也準備好到巴林橋挑戰極限 一躍而下了嗎 還在猶豫的話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這個9歲小女孩 1 2 3 3 覺得有瓶頸無法突破嗎 膽小這種病 試過高空彈跳就沒有了 1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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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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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不畏守則 確保空軍基地要地之安全 防止敵軍自地面 空中海上之攻擊與暴力之侵害 預祝各位今天飛行順利成功 郭大哥 你們這個飛機 根本就跟真的飛機一模一樣 你看剛才這樣一整排看起來 超有閱兵的架式 這個噴射機跟我們那種 一般想像中玩遊戲的遙控飛機 完全不同 這是Pro級的 對… 所以像這種專業級的噴射機 它在整個組裝上面 或是原理上面 跟真實的飛機是很接近的 對 它只有比例上的問題而已 是縮小比例 縮小比例 包括引擎都是噴射的引擎 然後也要加油 油也是用航空燃油 也是用航空燃油 好高級 引擎的轉數到十幾萬轉 跟真的飛機都一樣 所以邱大哥 你們這些飛友們 很常來到苗栗的河濱公園 這裡就是做試飛 或是說大家一起互相研究 飛行的技巧 是因為這個場地很適合飛行嗎 對…因為苗栗這個場地 第一個是因為苗栗人口比較少 所以空域很好 沒有障礙物 對 沒有什麼高樓大廈擋住 再來就是它的南北風向 都很正 當地政府也滿支持我們的 我想這種遙控飛機造價 應該不菲吧 每一台都幾十萬 幾十萬 對 剛剛那個其實邱大哥 他們有問我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 要不要玩玩看 我心裡就想說 拜託 當然不要啊 操控遙控飛機 手眼協調最重要 練習的過程中 墜機是必經之路 難怪飛友們笑說 玩飛機的男人不會變壞 因為飛機造價不菲 哪有先前去花天酒地啊 有…有沒有感覺到我手很抖 有沒有 你說一個…兩格是不是 對 你…你現在慢慢撥 有沒有 慢慢地放 慢慢放 對 你要…方向 對 好 沒有 謝謝… 不要緊張 妳這樣不要緊張 謝謝… 謝謝大家 等一下要怎麼煞車 這樣 這樣就煞車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價值幾十萬的遙控飛機 Windy可賠不起 還是純欣賞就好 玩家們的飛機 每台造型 尺寸都不同 這台正在進行處女行的A10 就是當天最巨大的一台 氣勢非凡 另外這台可以旋轉直立 甚至倒著飛的3D直升機 也讓我們驚呼連連 天氣好的假日 不妨來場免費的 河濱公園空軍閱兵秀 你也會打開眼界喔 好厲害喔 既然要成為大內高手 來大內修習武功 我一定就要從基本宮 清宮開始學習 還好我一來到這塊寶地 就碰見一位高人 好好跟他請教一下 田高人 您好 好 今天我來休息這個清宮 一飛沖天對不對 請教一下有沒有什麼條件 我可以好好把這個清宮 學起來的 你想要學清宮 你來找到我就對了 真的 你要學清宮 必須要有很多的環境配合 要有大草原 還有這個 要有空氣 汽油的這個配合 這個清宮才會練得好 要這些環境的配合才可以 就對了 是的… 好…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準備 還是我有沒有需要 什麼道具來練習 當然 你要練清宮 跟我來做熱氣球 原來是做熱氣球 是 這個道具也太高級了一點 我知道這個熱氣球 其實一般在台灣 大家比較熟悉 都是台東的熱氣球節 沒想到現在在台南 大內非常有名的農場 也一樣可以搭乘熱氣球 台南對熱氣球嘉年華 跟台東有什麼不一樣 熱氣球在台東它是暑假在搬 台南是在冬季 冬季的氣流是比較穩定 所以現在目前 熱氣球是在國際 是最行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從國際把它引進到台南來 飛翔是許多人心中的夢想 台南的熱氣球嘉年華 讓這個美麗的夢想得以實現 準備好 馬上就要離地飛行了 5 4 3 2 1 你看 我們盛空好小一肥重田 根本就不需要學武功 只要來台南參加熱氣球嘉年華 就可以了 現在呢 我們就在法國的熱氣球上面 緩緩升空 很穩定的感覺 可是你又覺得自己 好像真的長了翅膀 一點一點的離開地面 然後 看到了越世界的地形 好清楚喔 超清楚的 然後啊 今年的台南熱氣球嘉年華 其實它每一個國家的氣球 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從這個方向看出去 除了我們自己的熱氣球很漂亮 我們搭乘的是法國的 然後旁邊其他國家的熱氣球 顏色都很繽紛 然後周圍還有花海 有很廣大的草皮 然後就覺得 視野好遼闊喔 第一次坐熱氣球 Windy難掩興奮 緩緩離地的漂浮感 讓人覺得十分新奇 農場周圍毫無屏障的視野 更讓人心曠生意 天氣好的時候 八顆熱氣球可以同時升空 鮮豔又亮麗 主辦單位也非常大手筆 從國外邀請了17名專業飛行員 技術沒話說 更讓乘坐過程多了幾分一國風情 好 我叫法國帥哥 他是很悠久的飛行員 一年才29歲 Garso Henson 哈囉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他會在上面操控就是 穩定熱氣球的 升空之後的穩定度 因為每一次熱氣球升空之後 那個高空的氣流跟地邊的氣流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你就要看看這個升高的程度 大概在什麼樣的高度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穩定 這都是他要固責操控的 然後隨時要控制那個瓦斯 我覺得其實坐熱氣球不會很可怕 因為很穩定 最可怕的是那個火在你頭上攀 熊熊燃燒的火焰 是熱氣球升空的重要推手 利用它將熱氣球裡的空氣加熱 在熱空氣比冷空氣輕的原理之下 就能起飛翱翔了 胖胖圓圓的熱氣球 像在天空綻放的花朵 滿滿的童話色彩 為這次旅程開啟了一個美好的序幕 跑步走 1 2… 頂定 教官 好 新兵報到 好 手機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小艾雲教育基地 在這邊我們要做什麼 請問教官 好 基本上在我們這個基地 你們可以做到的東西是 所謂的自我突破部分 以及團隊成長部分 所以滿歡迎各位來邀請各位 來參…來我們這個場地 來操作這些設施 教官剛剛很帥的 現在破功 所以我也可以放鬆一點 我們這邊 簡和言之就是要來做一個山訓 對 什麼叫做山訓 教官 基本上這個山訓的部分 都是從我們的國軍特種部隊 所流傳出來的一些野外技能 例如單索 狐狸吊橋 雙索 山索 以及攀岩和垂降 這幾個部分 所以你其實經過這一連串的 挑戰之後 其實短短的 大概約半天的時間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在勇氣 或者是膽量上面 就自我成長了 對 沒錯 位於復興鄉北橫霞雲坪的 霞雲探索教育基地 是一個佔地兩公頃的園區 園區裡有著各種挑戰意志 探索體能的設施活動 讓大小朋友來這裡挑戰喔 今天就來看看教練幫瑋瑜我 設計了哪些挑戰關卡 等著我一一克服囉 接著教官我們要進行的 第一關的測試是什麼 我們今天第一關的測試叫垂降 垂降就在後面這邊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走上去塔台上面 你可能要從上面去這樣跳下來 這大概有幾層樓高 教練 我們這一個塔台大概14公尺 約3到4層樓 可是這個項目是要訓練 哪一方面的膽量 基本上如果在軍隊方面應用的話 通常是從山壁 從一個山壁回到地面 做一個繩索下降的動作 所以可以訓練一個垂降的感覺 對 如果是一般的民眾或小朋友 我們可以經由這樣的一個 高度的體驗 差不多體驗一下 所謂的高度的恐懼 當然在進行各項設施之前 安全措施還是要先做好 在教練幫我穿上簡易型的吊帶 並調整好鬆緊度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登上垂降的高台 來進行今天的第一關挑戰囉 先讓我深呼吸一口氣 好 我們要下去了嗎 好 OK 好 準備好就往後走 你會腳先往後走 對 往後走… 然後腳後跟足痛 好 LB的B先做出來 先把B做出來 很棒 好 身體往後躺 躺出去 對 放輕鬆躺出去 躺出去 好 開始來用手慢慢地放鬆 慢慢地放鬆 用手慢慢地放鬆 很棒 再來… 腳先不要動喔 我們L 先要做L囉 好 開始慢慢地往下走兩步 邊鬆躺 邊往下走 要L喔 好 輕輕地原地跳看看 輕輕地原地跳 很棒 好跳的感覺 感覺有點像酒醉 很棒 最後跳 很棒… 我到地面上了 謝謝 我到地面上了 剛剛開始要踏出的那一步 有一點點怕 可是我覺得垂降還好 因為你是背向下來 所以真正高的感覺 因為你大部分是看天空 所以真正高的感覺是 你就盡量如果怕高的話 不要往後看 就覺得還好 繩索因為腰這邊有一個 很重的擊撐力 所以其實躺著覺得 躺著… 還滿舒服的感覺 所以不會覺得太怕 而且這樣子下來之後 你覺得真的有挑戰了 就是克服了一個心目當中 對那個高度垂降的一個 害怕的感覺 第一關挑戰成功 經過剛剛的高空刺激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挑戰的項目 是什麼呢 好 今天我們要挑戰 雙鎖突擊吊橋 雙鎖突擊跳橋 是一邊走吊橋的時候 還要喊殺身前進嗎 刺… 當然不是 為什麼 這個設施它基本上是訓練說 你要從兩個三股地形 要做一個橫度的動作 做一個繩索 鋼鎖訓練 那是要訓練平衡感嗎 基本上跟平衡感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主要就是先讓你適應一下 在鋼鎖上面行走的一個穩定度 所以等一下就要靠著 細細的鋼鎖 要橫度到對面 這大概有多長 這個距離 這一個雙鎖 它的距離大概是40公尺 40公尺 還滿不短的一個挑戰 看小朋友們 都那麼無所畏懼地站上吊橋 我這個大姐姐 也不能表現得太肉咖 所以就讓我一步一步地 來征服這個雙鎖突擊吊橋 橫上移動的方式 看上去好像螃蟹的路一樣 越到橋橋的中間 腳下的繩索會變得越軟Q 看來我得加緊腳步了 小朋友都趕上我的步伐了耶 到了… 手有一點痠 好棒喔 給自己一個鼓勵 同學給自己一個鼓勵 超棒的 完成了挑戰 其實這個感覺還滿安全的 只是中間就是稍微有點風過來 感覺又有點搖搖晃晃的感覺 稍微有一點點微微刺激感 但是還滿好玩的在上面 舒舒服服地去渡過了這一個 雙鎖的吊橋 吃個 接下來這一關 教練我想就是力量的挑戰了對不對 對 沒錯 攀岩身有多高 就是考驗你平常我們都在運動 跟剛剛垂降下來的高度 差不多高對不對 對 差不多高 都大概十四公尺高左右 一般平均紀錄爬上去要多久 我們自己教練爬大概是 一分鐘以內 如果以一個不常運動 然後不常就是 就是坐體能訓練的人來說 要多久 也許回到一天 真的嗎 像你是袋子購嗎 購路嗎 對 等一下可能要給我準備一點時間 好啦 先來講一下 基本的一個身上裝備 剛剛教練給我一個這個法寶 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是粉袋 裡面是碳酸眉粉 就是一般會出手汗 如果抓了一眼塊幹嘛 手會濕 會滑 那就是沾一些碳酸眉粉 止滑 用止滑的效果 然後我們後面這一座 它是模擬3D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座 模擬戶外的3D曲線鹽板 對 在抓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訣竅 比如說要先看好要走哪一個路徑嗎 通常一般在攀岩 會先在地面上先看一下 要攀爬的路線… 以這個岩牆來講的話 基本上你就free climbing就好了 所謂free climbing就是 你看到什麼就抓到什麼 腳看到什麼 腳想踩什麼就踩什麼 不用特地地去局限一些東西 以碰到上面的繩索為基準 對 只要你碰到上面的繩索 就算過關了 好…來調整一下 好 出發 好 好 14公尺高的攀岩場地 我到底能不能夠成功征服它呢 先讓我伸展一下全身的筋骨好了 1 2 3 4 2 2 3 4 3 2 3 4 3 2 3 4 完畢 好 我要開始看燈了 好 妳看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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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燈嗎 好 身體慢慢扣去球地 左腳 綠色 上彩 好 這樣妳現在可以用我剛剛姿勢 對 很好 很好 然後用腳的力量… 很好 手往上抓 手要盡量往上抓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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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腳趕快跟上…找地方踩 對 這樣才省力 左腳上… 左腳上… 對 加油… 往左邊 2 2 3 2 2 3 我手沒力啊 加油 用力 腳要用力 對 很棒 我到 加油 我到 哇 到了 有聽到嗎 超累的 手好帥 這裡 我們現在看得非常…的高 可是這樣一路來 其實教練幫我很多忙 因為他拉得還滿用力的 就是那個確保層 確保的力量還滿大的 只是這樣一步一步上來 直到其實他眼真的是 有一個一步一步 要自己辛苦努力的一個 很有成就感的極限運動 所以下次大家來到這一個 在桃園的復興鄉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挑戰一下你的膽量 還有你的體能極限 成功 讓我們垂直下去了 烏來是新北市唯一的山地區 所以早期其實在烏來 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 也因為這樣 這裡有了一個相當特殊的 交通工具就是空中纜車 烏來的空中纜車 它的歷史非常地悠久 是全台灣第一座纜車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在於它 零意外 完全沒有發生過意外 然後現在它當然是 比較觀光的用途了 不再是交通往返的用途 可是我覺得來到烏來 你一定還是要試試看 這個全台灣第一座纜車 同時也體驗一下 早期的人們他們為了要往返山區 然後特別來搭乘纜車的那種心情 你好 歡迎光臨 請搭 你看還是手動開門的 謝謝 和貓纜或日月潭纜車不同 烏來纜車的車廂較大 可載客量也比較多 一次可承載91人 車廂帶點淡淡的懷舊風格 是非常不同的纜車體驗 哇 纜車這樣子一離站就覺得 窗外的畫面好驚人喔 你看我們離屋來到瀑布好近喔 真的有那種瀑布之水添上來 流入河中不復健的味道耶 好壯觀喔 你看那個奔騰的氣勢 然後其實從這樣出發之後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台纜車 也正緩緩地朝我們行駛而來 因為它是這個交走式的纜車 所以兩台會有點像 偶像跟男女主角交錯一樣 過去了 很快速對不對 然後從這裡你看南世西 整個走勢也非常非常地明顯 所以搭空中纜車 我覺得不只是景觀上面 你可以得到視覺的震撼 同時你也可以感受這個 緩緩上升的速度 然後這樣子很舒服的感覺 謝謝姐姐 嗨 溫婷 妳好 余大哥 妳好 歡迎來到烏達 謝謝 余大哥是我們纜車的達人 關於纜車的問題問他 他真的就是無所不知 余大哥 我剛剛這樣子坐纜車上來 發現我們烏來纜車的速度 比我想像中的快很多 我原本以為要坐個10分鐘 沒想到兩三分鐘就到了 因為烏來的這個纜車 它是有環境上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在行走的時候 是用交走的模式 它的速度一秒鐘 可以達到3.6公尺的快 然後它全長有382公尺的長度 它的高低差角度有32度 它在行走的時候 是利用交走的模式 就是一台上一台下的模式在行走 所以它們永遠都不會 有同時前進的這個時候 交錯只有那短短的一瞬間 瞬間即逝永恆 好嗎 不過其實坐纜車的感覺 真的是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經驗非常多 而且纜車本身在設計上面 也很用心 兩台纜車其實代表的 都是烏來不同的特色 是 當然 我們在設計上要感覺到 地方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一台纜車 坐在三地人圍上 另外一台纜車 我們是以生態為主軸 所以兩個纜車 這樣子互相輝映 讓遊客來這邊遊玩的時候 都可以感覺到 生態的一個好環境 其實這樣坐纜車 真的可以體驗到 跟平常你光是單看屋來 用看的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真的有慢慢… 深入的感覺 所以來一定要坐坐看 好幸運 因為校長說有目國小 他們非常重視戶外的探索 所以今天來到這邊 剛好就碰到他們的探索課程 感覺要跟大家一起去校外教學 非常地興奮 教練在我身邊 教練好 你好 妳好 教練 今天要去哪裡 做戶外的高空探索呢 今天做戶外高空探索 但是不需要到學校外面去 學校本身就有這套設施了 學校在哪裡 學校的 目前你走在場地上 你往上看 操場上面嗎 對 沒錯 所以操場本身就是一個 高空探索館就對了 它本身就有內涵這方面的東西 這樣子的高空探索 對一般的小學生來說 或是高年級生來說 不會太過困難嗎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都是以高年級學生為主 可以培養他們一些 氾濫的精神或是突破自我 然後做一些 團隊合作的這種合作模式 超過兩層樓高的漫騰路 是今天要自我突破的重點 當然穿戴安全裝備 做好適當的暖身 都是必須的 做安全解說時 教練尤其強調 要互相鼓勵 不能出現嘲笑字眼 看來這堂課不只是體能探索 更是人格養成 體育鼓掌 體育鼓掌要身先士足 所以第一位挑戰的就是 體育鼓掌 妳會怕高嗎 妳現在會緊張嗎 非常 非常緊張 妳覺得妳目標是要走完 還是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我盡量 妳盡量走完 好 加油… 加油… 來 注意我這邊 來 注意我這裡 手伸直 手伸直 好 妳的右手放 左手抓 放 看到懸得高高的身子 又搖又晃 小朋友的腳微微站站 我都不禁為他緊張了 不過他自己可是非常鎮定 逐步移動 很快就抓到第三條繩子 也就是他今天為自己設定的 半程目標 真是不由得要為他鼓掌歡呼 好厲害喔 體育鼓掌超強的 妳在上面有很害怕嗎 我搖軟 真的嗎 好厲害 妳覺得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是抓那個繩子 還是要站穩 因為看妳一直抖 就是那個繩子好抖的感覺 妳心裡面有真的很害怕嗎 等一下… 可是我覺得妳看起來很鎮定 很害怕 真的 我覺得妳看起來很鎮定 妳給接下來的同學 有什麼建議嗎 千萬不要往下看 好…我會記得的 妳就是對於怕高的導演 妳對他有什麼建議嗎 千萬不要嘗試 在緊張挑戰之中 克服自己的恐懼 是高空探索課程的特色 而其他小朋友 則負責協助教練 確保 收神 感受互相支持的向心精神 看到大家這麼投入 我也鬥志高昂的 準備挑戰慢騰路全程 來 口令 準備攀登 確保完成 開始攀登 請攀登 好 上面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抓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抓 對 對 上攀的時候 來 幫妳收神智 其實比想像中的高很多 上來之後發現 比想像中的還要高 教練 你確定只有兩層樓嗎 兩層半而已 很好 你確定只有兩層半嗎 來 踩下來… 妳要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 我們不用修練感 不可以抓主神 總共有五條 好 好難平衡喔 超難平衡的 好陡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體重 比較重的關係 怎麼感覺我腳陡的程度 比剛剛小朋友們還要嚴重許多啊 抓不到重心 導致我一直往後仰 教練卻還要求我跳過一條繩子 挑戰遠距離拉繩 看看這距離 不覺得很強人所難嗎 但我要怎麼 這樣根本抓不到啊 可以 來 妳的手再… 妳的右手再往下抓一點 抓… 來 那個右手盡量往下 我覺得我好像進退兩難耶 不會… 抓不到 相信自己 我是很相信自己啦 我不相信的是繩子啊 教練 經過幾番掙扎 手臂也逐漸沒力 教練才網開一面 讓我可以一條繩子 一條繩子來 第一次的慢騰路挑戰 順利完成 好厲害 耶 挑戰完成 很好 但是教練我真的覺得 這個中間的過程 其實它… 它比我想像的要難 要難對不對 雖然說我是不太怕高 可是那個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有一些 嘗試這種所謂的高空探索 它是走木頭 可是今天這個是繩子 所以它在上面平衡感要很好 然後你看我手抓得都紅了 因為你會很努力地 想要去維持那個平衡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人 都感到很辛苦的話 對小朋友來講更是一種挑戰 除了慢騰路 今天的挑戰項目 還有高空滑索 這一項體驗 同學們幾乎不費摧毀之力 就能無畏無懼地完成 這麼說來 有懼高症而一直抗拒 嘗試高空活動的導演 好像也應該要試著突破一下 畢竟小朋友們都沒在怕的 導演也就豁出去吧 我們要鼓勵他 你是我的巧克力 我 我 不要怕 加油 可以 1 2 3 雖然導演似乎雙眼緊閉 手腳貪軟 不過恭喜啊… 對他來說 這可是克服自身恐懼的 全新里程碑呢 最可怕的我覺得就是 在木板上那邊 要坐下來到你要跳下去的 那一刻是最恐怖… 出來之後其實就還好 透過操場上的探索設施 短短半天 我們就學會自我突破 相信有木國小的同學們 在學校多元的課程和氣氛之下 思想也會更豐富 性格更勇敢 這樣的特色校園真的好讚 在湖裡這個山上 我們找到了跟第一個W 也就是天氣連結的元素 就是飛行傘 而且在我身邊的 就是飛行傘的達人 教練Chris你好 你好 我今天的生命就要交在他身上了 因為他待會兒要帶我體驗飛行傘 不過提到飛行傘這個運動 為什麼埔里這個地方 特別適合飛行傘 埔里這裡因為它是一個高山盆地 所以它的氣候很獨立 很少受到外面的氣候的影響 所以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太陽 其實這裡都是很適合飛行傘 不管春夏秋冬嗎 對 不管春夏秋冬 所以他一年四季都可以來 去玩這樣的運動對不對 如果說大家來體驗飛行傘的話 有沒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當然就是你要穿著布鞋 長褲 然後長袖 甚至有時候戴個小小的外套 因為就算夏天天氣很熱 飛上去風一直吹來還是會冷的 所以裝備自己可能在穿著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重要還有防曬要注意 不過最專業的部分就是交給教練 因為包括我剛剛看到旁邊有些玩家 他們在準備裝備的時候 譬如包括他的裝備的每一個扣 或者是安全性 其實都會有專業的教練 幫你來去把關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我們就要交給你了 好 要麻煩你了 沒問題 先好好地保證我的身體 謝謝 絕對沒問題 好 我們要去著裝飛行了 誠心的請託教練之後 就要開始準備著裝備了 會不會緊張 不知道我沒有飛過 我只有飛過水上摩托車拉起來 不一樣… 好了 開始會緊張 我說好 坐下 你就把手 兩手都一樣 繞過去這個 對 然後調整好你的座位 把座位往前推 坐越深越舒服 對 然後坐好了以後 你就…你的手就是自由的 你可以照相 可以幹嘛都可以 就交給我就好了 好 漂亮好 來 走… 不要這樣… 坐進來 走… 妳有聽到… 有… 我都沒有跑 就已經… 翱翔在天空上了 好漂亮喔 教練下面這個就是 整個埔里的盆地嗎 對 沒錯 然後看一下岸上的夥伴 他們剛剛就這樣子看著 我被推出去 這是我們現在在天空上 遨遊的畫面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教練就在我後面 教練跟鏡頭誰好 嗨 然後你要一直去控制那個 就是方向對不對 對…要去找上升氣流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子的氣流 是很OK的嗎 今天氣流不算好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還沒有辦法往上升 所以我們現在是 一直在往下的嗎 對 在埔里 不論是四季 就要在天氣晴朗的午後 抬頭望向虎頭山的方向看去 就會有許多飛行傘的玩家 在天空自意地遨遊 所以就算是沒有膽 體驗飛上天的感覺 也會有許多人上山 就只為了拿起相機 捕捉這一刻 第一次的飛行 教練說上升氣流不夠旺盛 所以他又再帶我飛了一次 還說要帶我來一段 更刺激的特技下降飛行喔 這瞬間360度的高離心力 螺旋下降的飛行 就好像在坐雲霄飛車一樣 這刺激度滿…滿分啦 熱激動作 比較高是有比較怕一點 比較多啊 然後看到沒有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降落 降落教練 我要做什麼 等一下直接往地上站著 或者滑壘就好了 好 好 準備降落囉 滑壘… 好 好 我們現在降落了 然後教練剛剛就帶著我降落了 然後這樣子一場飛行體驗下來 我覺得飛行傘 就是讓人可以體驗那個 在天空中就算不是小鳥 可是你可以有飛起來的感覺 而且在玩飛行傘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越來越… 就是教練上升氣流上去的時候 就是會有那個 可以看得到整個滿山滿谷 很漂亮的景色 而且剛剛教練還有做一個 那個特技對不對 對 叫螺旋下降 螺旋下降 然後就有像坐雲霄飛車一樣 在天空中這樣急速的 就是轉一圈 但那會消耗很多的高度對不對 但還滿刺激驚險的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想要體驗一下 飛的感覺的話 其實玩飛行傘也是一個不錯 而且我覺得還滿安全的 一個運動的體驗 不錯…成功 謝謝教練 謝謝 這一趟要帶我衝上雲燒的 歡迎我身邊的郭哥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花蓮 應該可以說是花東縱古的 一個地形的地方 因為右邊看過去它是… 海岸山脈… 左邊這個是中央山脈 所以就被兩個高高的山脈 這樣子包在中間 這是花東縱古 花東縱古 現在你可以來進行一個 跟藍天白雲很親近的活動 就是乘坐 新航機飛上天空 這個有它的名字嗎 有 這部叫Vivo Vivo… 對 它的型號呢 它就是超經濟一共有五種型 這種叫固定翼 像這一種你剛說固定翼 這種機型它的飛行樂趣 最大的地方在哪裡呢 你上次看它的視野很好 看花東縱古很漂亮 視野很好是其中 它在看到現在這個場地 很廣闊這邊是一個合法的飛行場地嗎 對 這個是合法的法庭 它的長度有200英尺 寬度有80 所以都合法 一定跟政府有那幾天才準 所以我們什麼人都可以來這裡 乘坐輕航機嗎 對… 好期待 教練 你等一下 你想好拟好你的飛行計劃了嗎 今天的飛行路線 沒問題 沒問題 跟…跟我們過通好了 好… 我們就趕快照著教練的飛行路線 帶我們來去看看 花東縱古到底有多美了 雖然是只有兩人乘坐的輕航機 但起飛前的加速衝線感 還是非常地令人腎上腺素飆升 我們現在在輕航機上 然後再往上就先進去 然後往前上 一轉眼的飛行路就像使了輕功般 往藍天白雲直直而去 在天空中俯瞰縱古的沙洲 綠地 眼睛都捨不得扎太多笑了 然後再往下俯瞰的地面 再往下俯瞰地面 再往下俯瞰地面的美景 不只是往下俯瞰地面的美景 乘坐輕航機 是360度無死角的視野 就好像你真的長了翅膀 在天空中翱翔 兩旁的縱古山人 離你更近了許多 好震撼的一飛喔 國哥 我們剛剛其實起飛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跑道這樣衝刺 然後我發現輕航機 真的好輕盈 就是感覺好像腳一蹬地 它就上去了 對 然後上面風景真的好美 有時候飛靠海岸山脈 內脈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那一邊的 整個縱古的山形 景色 然後飛到這一邊的時候 你又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農田 然後一些很遼闊的視野 所以這是不是就是 坐輕航機最迷人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風景最漂亮 就能夠化妝妝 上面的風景真的沒話說 你一定要上去看看 今天也要謝謝國哥的一個 最優駕駛 而且剛剛有說其實飛行的時間 就要像今天這樣騎個大清早 差不多早上幾點到幾點 氣流是最熟的 6點到8點就好 6點到8點 所以你要來飛輕航機的話 需要騎個大早 可是值得 謝謝國哥 我們一起讚 讚